嗨,大家好,我是徐涛 其实这一期会比较短,然后是一个道歉 我是因为上周重感冒,声音完全发不出来 所以就取消了原定的录制 这期就只好跳票了,和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另外一个道歉是因为上一期节目 趁着愚人节我们做了一期搞怪 是做了火星号外的那一期 结果有一些听众是没有意识到那天是愚人节 或者是愚人节之后才听到的 结果一头雾水,觉得我们特别不靠谱 那对于一头雾水的听众我也说一下对不起 当然我还想悄悄地问一下 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后面还有三个彩蛋呀 当然在上一期中你们可能会发现 我的声音已经不太对劲了 那是愚人节的火星训练舱的问题 当然真是世界里就是我重感冒的原因了 那道歉到这里 还没有关掉这期音频的听众是有福利的 我们会在4月18日组织一场一起生动活泼的活动 是想要趁着北京的春光不错 邀请大家一起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看展 现在展出的是艺术家曹斐的时代舞台 这是曹斐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最为全面的回顾展 张晶其实是在纽约的时候看过他的展 然后也跟我聊过夸奖过他 我是在几周前也去看过一次 感觉是蛮棒的就中国的当代时代的一个记录吧 所以在4月18日当天 我以及生动活泼的一些小伙伴们都会在 同时邮轮司当代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来为我们做讲解 我们是邀请你来和我们一起看展 当然啦我们也会赠送展览门票 但是为了保证全程的体验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邀请很多的人 所以想要和我们一起生动活泼看展的小伙伴 坐标地点在北京的小伙伴 可以给我们留言来赢取这个看展的机会 那留言是可以给我们生动机器提一些建议 就包括节目风格呀内容呀 或者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 然后带上hashtag一起生动活泼 然后我们会选出建议最棒的小伙伴送出门票 你是可以在各大平台的节目评论区 公众号或者相关的微博下方留言 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一些信息哈 是4月18日的上午 在北京望京的邮轮司当代艺术中心 然后看的展示草匪的时代舞台 然后大家留言 赢取票的方式是给声东机器提出意见和建议 然后留言的时候 大家千万别忘记要带上hashtag 一起生动活泼 当然更多详细的信息都会在我们的show notes中 然后如果登陆我们的网站 也是能够找到我们这期节目的show notes的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也期待和你在邮轮司当代艺术中心见 请订阅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